国语有生善书 先救人心也 道盘之演变 魔眷属变满人寰 甚至道圈 真修者打出魔圈 就是天堂之路也 今宵有广泽尊王临堂 发为有关道盘中之事情 问答开始 广泽尊王问曰 有关一贯天道 以中华圣教之名义 申请立教 是否合乎天使天意 天道一贯黯然而日章 道之为道 教之为教也 他们是申请中华圣教 非申请一贯之道也 天时是旧节旧人心 天意是普度群离 超生了死 恢复本来面目也 世人怎样的修法叫做静 人有五不静 种子不静 住处不静 生前不静 死后不静 究竟不静 推性与天同体 清静而无浊 去烦心 恢复本来面目明未静 和尚慈悲 您的徒弟满天下 每日将遇到甚多的结束 您怎么没有全部救他 无否每天都忙着救徒弟 没有漏掉一个徒弟 以千百亿化身之力量来救徒弟也 既是忙着救徒弟 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修道者 受劫受灾呢 嗨 因果之报应 天律之锁定 冤孽之缠身 若有因果之关系 冤孽不肯接受劝解者 无否不能也 徒弟欠人之债务 无否岂可宠徒而不还债呢 还是让徒弟好好地接受冤孽的讨债吧 还完债务 世上天堂最好一条路 无否办到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徒弟超生了死 此道理若了解 自不会怨叹无否则 一定要亲口吃素 无极礼天是纯阳无因之境界 有因至之人不能到达无极礼天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呦 无极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执灾元灵树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遗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避一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住籍无极正导院 可去礼天修行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道后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道后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道后去佛堂班会听道里 在地府或地域受苦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清口后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三观没通过 三观没通过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 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那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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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赤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师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